喜欢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 嗨我是鱼翼之兔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 今天要来做什么 今天也是记录生活的影片 也是我的Vblog我的一天 因为有出去说来记录这一天 喜欢这样的记录生活的影片 别忘了给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全部通知 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 大家来去看这一天我都干了什么东西 一路中午的时候 我们先是去了市政府在那边吃东西 刚好看到那边有一个烤肉饭 烤肉饭接近中午 我看外带又外带 外带外带又一带又一带又一带的 生意超级好的 是我妈很喜欢吃的烤肉饭 那这家烤肉饭也是连锁的 我们这边有 之前他就是在桃园那边吃 觉得很好吃 英哥也有了就去吃 我们吃了去市政府吃烤肉饭 我觉得不错吃 还蛮推荐的 虽然它越来越来越贵 但是它的我觉得蛮好吃的 于一街兔子在滑ASB的时候 看到这个好想兔子的展览 就传代给我妈妈 那我妈妈那一天就突然想到了 我连制拍棒什么都没有带 麦克风都没有带 说走就走就去好想兔子的展览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台北地下街 要来逛台北地下街 但台北地下街这边没有办法 所以应该不会快太多 那就来去逛台北地下街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这样子的 也是一个红色的手把 呼应了他这个手把 那这个也是手把牌子的 那是在地下间看有特价 所以买了这个 没有太大的瑕疵 但价钱还蛮便宜的 我就买了 这个汤锅 我妈说来包汤之类用的 那我自己的话 是比较喜欢那个水苹果 但是我妈说这有盖子 有盖子不好吗 OKOK好 虽然我都很少在用盖子的就是了 那我妈说要有盖子 好就买了 这个红色的 那它有蛮多尺寸的 那我这个尺寸刚好是剩最后一个 那比较小的尺寸的话还有剩 我就想说 既然要做汤那就大一点的 可是后来我想想 小一点锅子好像比较好一点 煮的比较少就可以吃比较少 就会比较瘦吧 总之这就是在地下间新买的锅子 这是我今天的晚餐 非常的营养 但是还是有碳水喝好 好可惡啊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耳末泡餐 有现货我就赶快马上说我要这个现货拿到了 加上洋葱 吃洋葱也是不错的哦 而且我蛮喜欢吃洋葱的 除了那种比较有辛辣味的洋葱以外 几乎洋葱的东西我都会吃 特价的时候买的鲍鱼 我的鲍鱼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总之还有鲍鱼 然后跟鲍鱼的糖头弄成的一个拉面 我找不到鲍鱼跑去哪里了 消失的鲍鱼 总之就是这样子的晚餐 那这个锅子是新买的 今天试用这个锅子 是我在台北地下街买的盖子 透明的盖子 所以你很清楚的可以知道 它的内容物是什么 我在地下街看到的我就买了 这是一个史迪奇的置物盒 70块 长这样子 正版的标签跟这个迪士尼的文具收藏盒 也可以收藏其他那种小零件的东西 就是小型的那个上线的这种置物盒 我把它打开来 是这样子的 它就是这样子上线的 零件的东西你就可以 可以装得进去的 你就可以放 主要是放一些小物吧 它这边是没有扣起来的 它是这样子卡上去而已 没有那种扣起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东西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然后我觉得看到这个寻不好寻到的 又不贵 放在家里的装饰 如果有好几个可以跌上去 但我就选择这个而已 那天的部署也算是蛮多的哦 就是你不要觉得你是在运动 你是在逛街散步 你就会觉得澳洲部署没有这样这么痛苦了 2023年1月18的我的一天 主要是去看了松山文川的展览 好想图的展览 跟去逛了台费地下街 拍了很多的照片哦 喜欢这样的记录生活的影片吗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 也不要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全部通知 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哦 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留言 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爱心哦 我是鱼一之路 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咯 拜拜